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北洋舰队覆灭的当天 日本人便迫不及待地向清政府提出 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使臣赴日缔结合约的要求 而他们也终于说出了完整的和谈条件 承认朝鲜为独立之果 赔偿日本战争军费以及割让土地 其实早在1月5日 甲午战争还在交战期间 清廷就派遣使臣与日本人沟通和谈事宜 但当时日本人担心在战争决出胜负前 过早暴露自己的全部意图 会招来其他列强的干涉 于是百般寻衅宣告谈判失败 直至今日中日之间胜负已分 日本政府终于向清廷张开了血盆大口 1895年4月17日上午 清廷与日本政府在马关春藩楼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有主要三条 一 要求清政府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之国 日本以此来切断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 方便自己向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二 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彭湖列岛给日本 辽东半岛为华北京市的屏障 而台湾连接大陆辐射东南亚 日本此举的目的是为日后全面侵华搭建跳板 三 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总计两亿两 分八次在七年内付清 从第一次赔款后开始按年加5%的利息 而当时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仅有八千余万两 对中国东北素有野心的沙俄 在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 获知清廷要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 便立刻拉拢法德两国对日本进行干涉 法国是俄国的盟国 而德国一直想在远东获得军港 为了都能分割到在中国的利益 防止日本一家独大 因此三国联合阻止日本占据辽东半岛 最终日本被迫妥协 要求清政府支付三千万两为熟疗费 另外还要支付150万两为威海卫的日军首备费 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标志着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堂堂华夏先败于欧美 今又被林邦日本超车欺压至此 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 举国上下无不震惊群情激愤 朝中官员纷纷提出 国家续养的数十万旧军已经不堪以用 必须完全采用西方的练兵方式 打造一支彻彻底底的新军 才能够抵御外入 直到这时 当权者们仍然错误地认为 屡次对外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还是自己的兵不够强 气不够精 奋兵士之不振 由顾习之太深 非认真仿照西法 吉练禁旅 不足以为欲无之字 清朝的旧军 是指八旗 鹿营 以及后来的香淮等军 公元1635年时 后今在满洲八旗的基础上 扩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但随着清军入关 有着从龙之功的八旗兵 迅速腐化难堪大任 到康熙平定三番时 所以仗的军事主力 就已经改为按照明代军制 招募汉人为主体的鹿营兵 可这样的士兵制 才维持到雍正年间 便又逐渐丧失了战斗力 皇帝不得不根据需要 就地新招乡军 防军 来满足军事需求 可当这样的缝缝补补 从1840年以来 要面对西方列强的 尖船力炮时 就显得尤为磊弱 1851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内外交困的蜻蜓 不得不放权于地方关身 于是由曾国藩招募建立 以至亲密友 门生故旧为核心 兵为将有的湘军 以及曾国藩门生 李鸿章统领复制的淮军 应运而生 1864年 太平天国运动 在湘淮二军 及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 宣告失败 随后 清廷开始对手握重兵的 曾国藩进行打压 使得曾国藩 不得不主动裁撤湘军 转为大力扶持 李鸿章的淮军 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1868年时 曾国藩还奉命以湘军模式 改造陆营兵 更新装备 财态人员 编为炼军 在此后的时间里 由于全国各地的炼军 缺乏统一标准 始终无法形成 可供朝廷以重的军事力量 而李鸿章的怀军 则趁着洋务运动的东风 开办军工企业 筹建海陆军备 派遣留学生 北洋舰队 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由于李鸿章本人 对西方科技 保持着积极的态度 他愿意花钱引入 西方列强 也正愁寻找在东方的 产品输入口 双方一拍即合 李鸿章收获了 西方列强的青睐 成为具有买班性质的 中国官僚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日本在朝鲜 针对清军 不断挑起事端 此时的北京城内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 主张力保合局 而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 则更倾向于和日本开战 接连殿与李鸿章 整军备战 可此时的李鸿章 一方面 他深知慈禧太后 不愿因战事 而影响自己的六十岁寿臣 另一方面 李鸿章也想保存怀军的家底 因此 李鸿章将更多的心思花在了 拉拢英俄两个 在东北亚 有利益诉求的国家上 希望两国能出面 阻止日本 但当日本对俄表示 无意占领朝鲜 对应保证 不会倒向沙俄后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 便全部失效 光绪皇帝 眼见手握兵权的 李鸿章不肯出力 而朝廷手中的陆营 炼军又战力敌下 种种因素 使得光绪皇帝 更加迫切地需要一支 听命于朝廷的近代军队 1894年10月23日 北洋舰队德籍教员 汉纳根被光绪召回北京 10月28日 汉纳根向翁童和李鸿早提出建议 由洋人教员 完全采用西式练兵之法 打造一支十万人的新军 这一建议 很快便得到了光绪皇帝 和慈禧太后的认可 并下令先从京畿地区的军队 着手施行 然而 蜻蜓紧接着就收到了李鸿章 胡玉芬等人的反对意见 李鸿章反对的主要原因 自然是不愿朝廷重新掌握兵权 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而李鸿章手下的胡玉芬 则引经据点 举唐朝借回胡兵平定安始之乱 导致回胡从此轻视唐朝 还与吐蕃联兵入扣的例子 警示朝廷 十万大军兵权 交到洋人手上的风险 在二人有理有据的说辞之下 蜻蜓最终放弃了汉纳根的建议 该由胡玉芬在马场 小规模编练定武军 4750人作为尝试 但不久 无论陆地还是海上 终日甲午战争的全面告白 使得香槐二军 从镇压太平天国以来 就腐坏丛生的一面 暴露无遗 朝堂之上不满之声 此起彼伏 于是 由朝廷出面 重新编练新军的呼声 再次高涨 1896年3月 由熟理两江总督张志栋 主张创立的新式陆军 自强军 在南京成立 人数2860人 而与此同时的北方 在众多朝臣上奏的练兵之策中 有一人成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他便是袁世凯 袁世凯自韦庭 1859年 出生于河南相城的一户 官换世家 1873年起 年仅15岁的他 便跟随唐叔 礼部侍郎袁宝恒到北京 一面读书 一面跟着唐叔 开始接触观察 后来 袁世凯两次科举失败 一气之下决定弃文从武 以袁世凯的家庭背景 很快便得到了 李鸿章心腹幕僚 周父的举荐信 但袁世凯很清楚 此时的李鸿章正如日中天 麾下人才积极 即便自己拿着举荐信前去 也很难获得重用 一番权衡之后 1881年 袁世凯决定 投入四副元宝庆的结拜兄弟 也是李鸿章手下大将 吴长庆的麾下 第二年 朝鲜爆发 人武政变 袁世凯随吴长庆一同 前往朝鲜 1883年12月 中法战争爆发 吴长庆被调回大连金州防卫 临行前 刘袁世凯 以武品后部同知的身份 总理清军营务处 和会办朝鲜防务 但随着流朝清军人数的减少 早已觊觎朝鲜的日本人 趁机大力扶持亲日派 最终爆发政变 此时 清廷刚刚在中法战争中战败 根本无力顾及朝鲜 但留守的清军统帅 却要坐等李鸿章的指令 面对朝鲜国中 清华派大臣被杀 国王李希被劫持的举变 袁世凯果断决定 带领清军 以及此前他为朝鲜编练的新军队伍出击 迅速镇压了政变 挫败了日本 试图控制朝鲜的阴谋 袁世凯因此 获得了李鸿章的赏识 被保举担任 驻朝总理交涉 通商事宜专员 袁世凯在朝鲜 努力遏制日本 俄国势力对朝鲜的渗透 直到1894年 日本不断在朝鲜制造紧张局势 身处外交岗位上的袁世凯 率先察觉到危机 八天之内连发六封电报 请求调回国内 此时 清廷也急需获知 来自朝鲜一线的报告 于是同意袁世凯返回北京 奏报朝鲜局势 回国后的袁世凯 被以温触到植物流经的身份 由督办军务处委任差事 此时 正赶上光绪皇帝 召见汉纳根 筹谋训练新军一事 袁世凯敏锐地抓住了机会 在社会各界 编练新军的呼声大起之时 凭借自己对旧军击毙的深刻体会 以及在朝鲜时练过兵 和对近代事物了解的经验 果断投朝廷之所好 一面上书陈述 编练新军的具体办法 博得朝廷注意 另一面 他将自己所写的练兵策略 分送朝中各王公显贵 博得舆论上织兵的美名 1895年6月至8月间 袁世凯的政治投资 终于收获成效 刘坤一 张之洞等地方要员 先后上奏 推举袁世凯 主持编练新军 袁世凯也借着这波利好局势 私下通过贿赂 及时打通了与朝中 庆亲王一匡 兵部尚书戎路 军机大臣李洪早的关系 表明了自己顺从朝廷的态度 正在叱咤无聊之时 呼吁汽油软军斗毡 愿做曹丘生 劝递投席局 挺李总管门下 得其成见 尽业荣中堂 于是这一年的年底 负责编练定武军的胡玉芬 调任督办金卢铁路 袁世凯便在督办军务大臣 宫秦王一心 帮办大臣 庆亲王一匡 会办大臣翁同和李洪早 荣禄等人的联名举荐下 身负满朝期望 正式走马上阵 开始了小战练兵 1895年12月16日 袁世凯将4750人的定武军 扩编至7300人 整体仿照德国陆军建制 聘请了十余名德国人 担任教官 正式定名为新建陆军 从此称为北洋军阀的滥伤 这支新建陆军 从人员招募上就严格筛查 拒绝有旧军不良习气者 进入军营 在装备层面 新军一改此前 旧军枪械配备混乱的局面 统一改用 澳国造8毫米口径 无响慢力下连发步枪 马枪 以及左轮手枪等 标准化管理 配戟 大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 同时 袁世凯还从天津的 北洋武备学堂 吸收学员 成为营中军佐 并在新军营中建立德文 炮队 部队 马队 四所随营学堂 统称随营武备学堂 培养新军中的人才 但在这些 看似令人耳目一新的改变背后 却暗藏着袁世凯 自己的小心思 明面上为朝廷训练新军的他 却在营中利用植物之变 不断拉拢官兵 为自己所用 新军采取兼冲制度 即军内统领 可以兼任麾下分统的职务 而分统又可以向下兼任 一营的统带 凡是兼任的军官 都会获得额外的薪资补贴 但这些兼任的名额 全部掌握在袁世凯的手中 此外 军中将官有犯军记者 袁世凯往往会在其贬折后 暗中以私人身份 给予津贴安慰 不久再委任他职 军中建立的随营武备学堂 袁世凯也会从自己的薪资里出款 设立为奖学金 1902年至1908年间 由袁世凯选派 前往日本的陆军学员 就有一千余人 袁世凯通过以上种种手段 花着朝廷的钱 却立着个人的私恩 尤其在军官层面 袁世凯大力推行 中军遵孔思想 直使亲信在营中 为自己设立长生路位 令士兵每日叩拜 使得新军之中 自上而下 形成了以任人为亲 贿赂收买 讲求师生门地位核心的一套 如同当年 相怀二军一样的人情关系网 完成了新军 从朝廷军队 到袁世凯私有的转化 袁世凯的结拜兄弟 徐世昌 监管营务处 出身武备学堂的王世珍 段祺瑞 冯国璋 何宗莲等人 担任各营长官 孙传芳 张世玉 张树源等人 被选派留学日本 新建陆军 新的是训练方式 装备 士兵素质 骨子里却被袁世凯调教成了 相怀二军那样 兵为将有的 私军模式 1898年9月18日 农历8月初三深夜 一名神色匆忙的男子 来到法华寺 求见凤诏入京 正居住在此的袁世凯 这名男子 名叫谭四同 他所请求的 是让袁世凯 率领小战新军 杀荣禄为颐和园 囚禁或直接除掉 慈禧太后 此时北京城内的地后之争 虽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但面对这般发兵精师 囚禁当朝太后的举动 袁世凯 却答应了下来 随后送谭四同离开 原来 早在甲午战争之后 正在广结人脉 力推操练新军的袁世凯 便与维新派的核心人物 康有为相识 当时甲午战败的消息 令知识分子阶层大为震惊 爆发出强烈的旧王图存意识 纷纷表达不满 拒绝各地求和 1895年农历四月初八 广东举人康有为 联合603名各省附京 参加会试的举人 向清廷上书 请求变法 由于当时举人入京考试 多会搭乘地方官署 轻爆财务的车辆 因此这次上书 史称公车上书 康有为的做法 迅速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袁世凯看到了 未来朝局的新苗头 于是也在这时 上书光绪皇帝 缠述了与康有为相近的 变法观点 同年润五月初八 康有为承送 上清帝第四书时 受到了守旧派官员的阻挠 为此 袁世凯还向自己的上级 督办军务处请求待地 虽然最终这封上书 没能出现在光绪眼前 但袁世凯为之付出的努力 以及后来 还赞助款项 大力支持康有为 筹建强学会的行为 已经成功博得了 维新派的认可 不久 袁世凯如愿以偿 到小战接管新军 碍于自己此时的身份 袁世凯开始刻意规避 自己与维新派的联系 该由自己的结拜兄弟徐世昌 从中往来传信 但即便如此 在小战练兵一时 袁世凯就因参加强学会议事 招来朝中猜疑 蜻蜓派遣荣禄前往天津调查 荣禄看中袁世凯的才能 有意拉拢 于是回京后力保袁世凯 并称赞他练兵的成效 由此 袁世凯被提拔为直立暗茶室 专管练兵事宜 这次升迁 无论是后党荣禄的运作 还是帝当维新派的帮助 都是袁世凯两面投资的 最大回报 1898年6月11日 农历4月23日 光绪皇帝颁布 明定国事诏域 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全方位的改革政令 由北京飞向全国 但面对来自守旧派的百般阻挠 手中权力有限的光绪皇帝 深感无力 因此 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 至农历7月30日 光绪在给维新派的密照中 悲观地说道 阵位且不能保 何况其他 短短三天后 光绪察觉出局势异样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 可能会重新夺权 于是紧急让林旭 带出第二封密照 对康有为说道 如可迅速外出 不可持眼 康有为 梁启超 林旭 谭四同等维新派核心人物 接到赵书后 失声痛哭 最终决定要 孤注一掷 发动政变 谭四同好友 毕永年因此来到北京 组织勇士 准备控制慈禧太后 而在境外 康有为坚信 袁世凯一定会响应 并取出此前 与袁世凯往来的书信 信中 袁世凯极力感谢 康有为对自己的 举荐把着之恩 并保证 赴汤导火 一所不辞 在这样的保证下 维新派众人 都认为袁世凯可用 于是 便有了谭四同 夜访法华寺的一幕 袁世凯虽满口答应 但送走谭四同后 他便清楚地认识到 这完全是一场 自杀行动 此时驻守经济的 不止袁世凯这一支军队 还有董福祥的甘军 和涅士成的武艺军 其中武艺军 也是一支 从驻防怀军中选拔 效仿德军操法编练的 新军队伍 而且在光绪推行 变法之初 慈禧便任命 荣禄为直立总督 兼北洋大臣 监管驻守经济的甘军 武艺军和新建陆军 当1898年9月11日 袁世凯被光绪 召进京城 不久又加封为侍郎后 身处天间的荣禄 便保持着高度的紧张 不惜谎称 英俄两国在海参外开战 大谷口外多外国建船 以此为借口 调涅士城的武艺军到天津 董福祥的甘军 驻扎长新殿 以防不测 而如今 袁世凯若要响应 维新派的计划 就要返回天津 在带兵奔袭200余里 迅速突破甘军 武艺军的防区 才能攻入北京 囚禁慈禧 成功的概率 实在太低 在早些年的近代史研究中 认为袁世凯欺骗谭四同 接着自己于农历8月初五 向光绪请训后 当天便赶回天津 向荣禄告密 荣禄于当晚乘火车入京 并奏慈禧 接着第二天 8月初六清晨 慈禧太后便突然宣布 临朝训政 囚禁光绪 下令捉拿维新派人士 处死六君子 百日维新 就此失败 但近年来 随着新史料的补充 不断有学者提出 慈禧发动政变的原因 不是袁世凯的告密 而是早有预谋 袁世凯的告密 是发生在政变之后的 保命行为 由袁世凯幕僚 张一林的 新太平市集 以及荣禄幕僚 陈奎龙的 梦交亭杂技中 互相印证的部分 我们可以获知 起初 袁世凯并没有 直接告密 而是在返回天津的第二天 8月初六晚上 在获知 慈禧逊政 并下令捉拿 康有为 康广人二人的消息后 袁世凯 这才惊慌失措 担心自己会被牵连 于是奔向荣禄府上 此时荣禄也已获知 慈禧逊政的消息 袁世凯心声猜疑 便让卫兵家道裸裂 袁世凯见此情形 跪地大哭 极力表忠 请求荣禄为自己做主 并在这次会面中 告密了维新派 要发兵围杀慈禧的计划 试图将功补过 袁定就在8月初六夺权的慈禧 从袁世凯口中 获知了维新派的密谋 大为震怒 于是才有了8月初九的命令 将抓捕对象 由康有为 康广人 扩大至张一环 徐智静 杨申秀 杨瑞 林旭 谭四同 刘光帝 七人 8月13日 谭四同 康广人 林旭 杨申秀 杨瑞 刘光帝 六人被杀 史称 勿须六君子 袁世凯以六君子的血 换来了后党 对自己的信任 随后 荣禄入京 出任军级大臣 将一军也归入管辖 从此掌控清廷 军政大权 而袁世凯 则奉命熟理直立总督 他的新建陆军 也获得了四千两的赏银 袁世凯深知 荣禄是自己的新靠山 不久便以义军 甘军 五义军 新建陆军 互不同属 多有不便为由 建议将这四军合并为五卫军 并另外再招募万人 作为荣禄的亲兵 以此来讨好荣禄 五卫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 涅士城的五义军 一万三千人为前军 董福祥的甘军 一万人为后军 宋庆的义军 一万人为左军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一万人为右军 有八旗招募的一万人为中军 直接受荣禄指挥 但其中 兵员素质最高 近代化装备最全的 只有袁世凯的五位右军 而正当此时 一份由山东发出的急奏 突然为袁世凯的权力之路 带来了新的转机 同时也再一次证明 擅长树立形象的袁世凯 又成功了 向来会操纵舆论 树立形象的袁世凯 当然不会任由自己 出卖康有为的恶名 肆意传播 于是 在荣禄死后 撰写物须日记 隐瞒了自己与维新派的关系 并将谭四同描写成为一名 不速之客 气焰凶狠 类似疯狂 腰间一斤高起 似有凶器 自己则是在不知慈禧训证的情况下 直接告密 来证明自己对慈禧的忠心